豪华邮轮神秘失踪四十多年 原来船上数百人都在一瞬间被钢丝分裂成两半 今天悟空要为大家带来一部 由真实事件改编的恐怖电影《幽灵船》 在1962年 安东尼亚号豪华邮轮 承载着数百位上流社会的名流显贵 从意大利出发 夜夜声歌红灯酒绿 在行驶到白令海峡附近的时候 一双罪恶的手按下了某个开关 于是恐怖片历史上最经典的一个镜头 开始了 甲板上上演了一场钢索百人展 数百人在一瞬间被分割成两半 从此这艘船就消失在了茫茫大海上 一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 主角朱莉等人出现 他是一支出色的救援团队的成员 负责打捞和托运损坏的船只 某天一位气象巡逻队的飞行员 神神秘秘地找到他们 说自己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偶然拍到了一条大船 根据海洋法 任何在公海发现的船只 都归发现者所有 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运气和技巧 把他拖回岸上 将是一笔很可观的财富 于是一行人很快就踏上了 寻找安东尼亚号的道路 由于雷达很难扫描到 两艘船濒临相撞的时候 他们才发现他 这上面早已是秀迹斑斑 破旧不堪 除了岁月造成痕迹之外 怪异的事情也一桩接一桩地发生着 由于船只太过巨大 他们只能想办法修复 然后把他开回港口 可当踏上甲板 一位队员就因为年久失修而踩空 朱莉在救助他的过程中 恍惚间看到了一个小女孩的身影 他惊魂未定 这时队友又发现了一只电子表 1962年那个年代 还造不出这样的表 很可能在他们之前 也有人尝试修复这条船 但是出了意外 后来在对船只的检查当中 朱莉发现游泳池里有很多的弹头 并再次看见了小女孩的身影 泳池也在被他拔出一颗弹头之后 流出了大量的血水 洗衣门法里也流出了很多的尸体 显然死亡的时间并不是很久 这一件件事情都表明 这艘船很是诡异 他们更加小心谨慎地搜查 居然发现了几大箱金块 上面没有任何的记号 只要能带回去 就完全属于他们 众人欣喜若狂 也不在意修复船只了 只想着尽快带着金子 离开这个鬼地方 小女孩却再次出现 疯狂地喊他们停下来 果然由于瓦斯的泄漏 在他们启动船只的一瞬间发生了爆炸 团队里的修理工被活活烧死 他们的小船也沉没了 都被困在了这艘幽灵船上 有两个人尝试吃蜜蜂 在船舱里的罐头来冲击 没想到吃了半天才发现 里面都是虫子 另一边 一位黑人小哥在借酒消愁 喝得昏昏沉沉 突然大厅里的场景 恢复到了初始之前 华丽得如同梦境一般 美丽的女歌手不断地诱惑他 让他欲火中烧 直接从甲板上坠落 死得十分凄惨 而队长自责修理工的死 也在喝酒 碰到了这艘船船长的灵魂 他们一起聊天 得知船上的金子 是从另一艘失事的游轮上搬运过来的 当时那条船上几百个人都死亡了 只剩下一名幸存者 看到照片以后 队长疯了 拼命地攻击朱莉 他们只能合力地把他关了起来 开始修补轮船 很快 小女孩再次出现 找到了朱莉 让她看到了当年的真相 原来 由于运载着大量的金块 一群心怀鬼胎的人 便潜伏到了船上 他们先杀掉了所有的厨师 然后在食物中投下了剧毒 并设置了恐怖的钢丝斩 小女孩因为个子比较矮 侥幸逃脱 却被带到房间里 羞辱之后自杀了 而那群疯狂的歹徒 最后也因为贪婪而自相残杀 只剩下一个男人 他就是地狱里的魔鬼使者 也是那个拜托他们脱船的飞行员 利用人的欲望 吸引一批又一批人 来送死 等到攒够满满一传灵魂 送往地狱之后 他的生命就会被无限的延长 唯一没有罪的小女孩去不了地狱 也因为自杀而上不了天堂 一直被困在了这艘幽灵船上 此时队长已经被淹死了 下到水里 修理船只的小伙伴 也被发动机绞杀 知道真相的朱莉 痛苦不已 决心炸掉整艘船 让这个悲剧的轮回结束 魔鬼却附身在 他去世好友的身上进行诱惑 我们把金子运回去 一起过幸福的生活吧 你想要的任何东西都能得到 多么动听啊 可是朱莉早就猜透了他 魔鬼被迫显了形 和他撕打在了一起 关键时刻 朱莉一狠心 把炸药的开关打着 小河船只一起毁灭 魔鬼没想到他会这么干 瞬间不见了踪影 此时美妙的井井出现了 这条束缚着上千灵魂的巨型客轮 破裂成两半 和泰坦尼克号沉默的景象 颇为相似 发出和谐的白色光芒 被束缚的灵魂争相冲出海面 走向解脱 他们的样子 还是和当年死去时一样 平静又祥和 后来朱莉在海上 漂泊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被人救下 可讽刺的是 当他到达港口 躺在救护车上的时候 猛然间发现 魔鬼又混上了另一艘船 在搬运着金子 他的表情是罪恶的 幽灵船的新航程又开始了 意味着 只要人的贪心在 魔鬼就无处不在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就点赞订阅一下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